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一种马来同胞的传统食物叫 那这种源自北马还有东海岸一带 吃起来满口就是咸香酸辣 外表诱人的食物呢 尤其在吉兰丹州跟登加劳州呢 更是随处你在街边的档口都可以找得到的 这个评价却又充满我国本地特色的美食啊 成功登上了全球50大街头美食排行榜的第23名 也让这道马来传统食物从路边小档走向了国际平台 利用兰花的色素再加入各种香料烹煮 再配上各式各样的配菜 就是这一盘马来传统美食兰花饭 Nasi Krabu让登加劳小贩Fauzi 在菲律宾马尼拉世界街头美食大会中 夺得全球第23的排名 Fauzi表示他卖的Nasi Krabu啊 可是深受本地跟外国游客的喜爱 每一天Fauzi都会跟家人一起制作兰花饭 同时也准备很多不同种类的配菜 丰富的菜色和公道的价钱 为他吸引了不少顾客 Fauzi的妻子表示啊 他们希望把生意发展得更好 除了让孩子接手之外 也能让传统的手艺不被遗忘 Fauzi的妻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